截止到今天为止 美国历史上共产生有46位总统 在这其中 共有四任总统是遇刺身亡的 而刺杀这四位总统的凶手结局如何 这些刺客又是如何无视层层防护措施 精准伤害目标的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盘点 轰动美国全国的四起总统遇刺案 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 林肯在1865年遭暗杀身亡 行刺的凶手约翰 威尔克斯 布斯是当时美国知名舞台戏剧演员 据说林肯遇刺前 经常和他的妻子来剧院观看他的戏剧表演 但谁也没想到 这个舞台上身着夸张艳丽服饰的喜剧演员 几天后摇身一变 竟成为震惊美国历史的惊天大刺 布斯并不是担任作案 而是和剧院内两名共犯合谋 并制定了详细的行刺及脱身计划 就在1865年4月14日晚 林肯为了赔精神状态不佳的妇人散心 于是约好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看喜剧 我们的美国亲戚 布斯德之后 直觉便告诉他行刺时机已到 当晚十点左右 林肯携妻子进入福特剧场 选择在舞台上方的一个私人包厢内观看喜剧 喜剧达到高潮部分时 全剧场内所有人都神情亢奋哈哈大笑之时 布斯悄悄溜进总统包厢 开了他的0.44口径单发费成的林杰手枪 进入林肯后脑勺 并且连开六枪其中五次命中要害 林肯痛苦地倒在妻子怀中 并在次日上午与世长子 终年56岁 布斯刺杀成功后还嚣张地冲上剧场舞台 大喊这就是暴君的下场 南方大愁一报 而台下的观众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于是纷纷嘲笑他 还以为是喜剧本身的幽默桥段 直到玛丽夫人的惊恐尖叫刺耳欲聋 所有人都反应过来 开始纷纷追捕凶手 布斯则趁乱逃出剧场 骑上同伴事先备好的马匹扬长而去 一路不停地逃出华盛顿后 布斯与同伙一起逃入马里兰州 但仅仅过了11天时间 便被追捕的军队围剿在波多马克河畔的一处仓库中 愤怒的美国军队直接放火烧起了仓库 布斯慢慢受不了高温炙热 走出仓库后 被美国士兵一枪爆头 中年27岁 四位成功行刺美国总统的凶手 最终下场如何 第二位被刺杀的 是美国第20任总统詹姆斯 埃博拉姆 加菲尔德 加菲尔德身兼总统职位 同时还是美国著名政治家 数学家 其出生于俄亥俄州 毕业于威廉斯学院 他还是美国首位 具有神职人员身份的总统 名副其实的斜杠总统 可惜上任第一年就遇刺身亡 凶手则是一个名叫查尔斯 吉特奥的落魄律师 吉特奥除了是一个落魄律师外 还是一个狂热的共和党拥护者 而加菲尔德的出现 引起共和党的分裂形成两个派系 吉特奥对此等局面极度不满 于是便开始一想天开想 如果刺杀了加菲尔德 共和党就会再度合为一体 自己就成了共和党中功绩斐然的英雄 感恩的高层将会因为他的功劳 而奖励他一个官职 在这般唐吉赫德式英雄主义的鼓舞下 吉特奥在1881年7月2日行刺 当时加菲尔德总统孤身进了华盛顿的 摩河波托马克火车站 只有国务卿布莱恩随后跟随陪伴 在布莱恩跟朋友聊天时 吉特奥看准时机 大不冲到加菲尔德身前近距离开了两枪 随后神态癫狂的喊道 他们一定会给我那个职务的 加菲尔德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经过了11周的抢救 加菲尔德最终还是因为感染身亡 然而吉特奥并没有得到 他心心念念的行政职位 反而被政府指控谋杀 并在第二年6月份被处以绞刑 吉特奥死后 他的尸体被运往马里兰州国家卫生与医学博物馆 而他的部分大脑被留在费城展览馆展住 就因为痊愈贪心导致自身身手异处 下场凄惨无比 美国第三位被杀总统揭幕 这次悲催的命运轮到了威廉 麦进来 他是美国第25任总统 曾担任县检察官 众议长和州长 1897年在位期间 他采取提高关税稳定货币的政策 再加上后续一系列举措 让美国经济有了巨大发展 麦进来也被称为繁荣总统 1901年9月6日 麦进来出席纽约约州的布法罗范美博览会 在博览会音乐厅圣殿招待会上 来面见总统的人群熙熙攘攘 众人全都神情高亢 麦进来被狂热的人群包围 所有人都排着长队期待着和当任总统握手 一位名叫利昂 乔尔哥斯的无政府主义者便混迹其中 眼神死死盯着台上热情洋溢的麦进来 悄悄从衣袋中掏出枪支 在麦进来与之握手之际 乔尔哥斯用左轮手枪向麦进来连开两枪 当即乔尔哥斯被狂怒的人群擒住 并遭到众人一阵痛打 麦进来中枪之际 还在一边喊着别让他们伤害的 随后被送往医院的卖进来 接连做了两次手术 才将体内子弹取出 正当众人以为总统化险为一致时 9月12日卖进来病情突然恶化 就连强心剂也无济于事 最终在医院不治身亡 而另一边被逮捕的乔尔哥斯 对自己罪行供认不讳 并且毫无悔过之意 他自己认为自己所作是英雄之举 是为了解救现在苦海的美国群众 最终乔尔哥斯被电刑处死 这般轻奇的脑回路却是需要电影帮他摆脱苦海 四位成功行刺美国总统的凶手 最终下场如何 第四位也是最近50年前被刺杀的总统肯尼迪 却是自己把自己给做没了 明明有防弹车不做 非要坐拉风敞篷跑车 原因竟是想要美国人民看清自己妻子交好的容颜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因选妻而夺命的总统 真是古往今来头一家了 约翰 菲茨杰拉的 肯尼迪作为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 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 被人们誉为明星是总统的肯尼迪身份多重 他是豪门公子 是二战英雄 是新闻记者 畅销书作家 同时伴随他的 还有其让无数吃瓜群众疯狂的画编新闻 如此富有传奇色彩的肯尼迪却以悲剧结尾 1963年11月22日 肯尼迪和妻子杰奎林 来到德克萨斯州拉票 为了向群众炫耀他的冒昧妻子 也为了体现自身亲民的一面 肯尼迪乘坐一辆林肯敞篷轿车拜会市民 与之同行的还有德克萨斯州州长约翰 康纳里 这般光明正大不加防护的举措 给了躲在附近六楼学校图书馆内的奥斯瓦尔德刺杀机会 奥斯瓦尔德透过窗户对着下方街道缓慢行驶的肯尼迪连开三枪 肯尼迪当场死亡场面一度血腥 据说肯尼迪夫人被吓得手足无措 在慌乱中试图爬上汽车后盖 想伸手够一块被炸飞的头盖骨 后来被逮捕准备押往监狱的奥斯瓦尔德却遭遇恨火 在转移途中被一旁围观的酒店老板卢比射杀 临死前 他透露重要信息 说自己只不过是被推在明面的替罪羊 随后便不敢死去 在此次事件的三年中 有关所有奥斯瓦尔德所言的替罪证人全部死亡 18名证人内6人遭遇枪杀 3人死于车祸 5人正常死去 最后两人自杀 当年凶手背后的滔天势力在极力遮掩毁灭罪证 今年7月8日遇刺的安倍晋三背后 是否也将牵扯到一个巨大利益集团 行刺凶手山上车目前生死未知 山上车本人对此次行刺解释为宗教问题 而日本政府却在没有进一步拷问审讯的态势 安倍晋三之死难道 真就只是因为所谓宗教仇恨吗 又或者说凶手山上车背后 牵连了何等庞然大物 让日本政府都只能无奈罢守 而安倍晋三最终也只能憋屈死在 一个被推上名牌的替罪羊手中 事后日本政坛将发生何等轩然大波 山上车的最终结局将会怎样 是否会有惊天大秘再次洗脚而来 让我们拭目以待